任为欢迎来到赵理说事 今天很多大城市房价的高企 让很多人干脆失去了买房的信心 没办法 你这个工作一辈子也不大可能买到一套 自己很满意的房子 那么怎么办 有些人就怀念起 这个山清水秀的乡村生活了 有很多城市人甚至想 你看城市房价这么贵 农村房价便宜 我有没有可能到农村买一套房呢 尤其是现在通讯手段 交通工具都异常的方便 今天从很多城市到周边农村 已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 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物力了 而且很多乡镇那真是建设的非常好 因此有很多城市人想 我有没有可能到农村买一套房呢 几乎就是不可能达成的了 为什么 因为我国农村的房屋土地控制 也是非常严格的 咱们想说 农村虽然地很多 但大部分地都是耕地 真正能够用于建房的 那个叫宅基地 宅基地是由村委会统一无常 分配给本村村民的 而且位置大小都是有要求的 最关键的一点 宅基地只能由本村的人拥有 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过这个案例 咱不要说外人 你能不能到本村来买这个宅基地 就即便是你的父母是农民 在农村居住 有宅基地 宅基地上面建设了房屋 可是你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已经离开本村了 已经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了 那么当父母逝去的时候 子女有没有资格继承这个宅基地呢 现在的说法是 宅基地这个土地 你没有全力继承 因为你已经不是这个村的人了 只能继承土地上的房屋 当这个房屋 有一天年久事休摊塌之后 那你就连房屋都没有了 更不要说宅基地了 大家看到了吧 连子女如果不是本村村民 都没有资格继承这个宅基地 那么外人有吗 当然没有 尤其是最近很多省市 纷纷又出台了细则 就在前两天 北京市也出台了细则 明确规定啊 所有农村的宅基地 一律不得售卖给城里人 甚至你不能打着这个改造啊 租赁的幌子 把农村的一些住房 改造成什么餐厅啊 会议所啊 这些全都是明令禁止的 尤其是北京市 还打了一个补定 人家说啊 今后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 城市人口 想转回到农村人口 也是很难的 几十年前啊 有一个词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叫农转飞 就是农业户口 转到非农业户口 那个时候啊 很多农村人就想着盼着 我能不能从农村人 变成城里人啊 吃上国家公粮 现在情况恰恰反了过来 你作为一个农村人 你如果想搞一个城市户口 太容易了 几乎是你张张嘴着 就能办到的 而如果你是一个城里人 你看好了人家的宅基地 你想到这个村 当一个村民 想飞转农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呀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得到 去 上面